好,这边他除了有按钮元件,Checkbox,Clack,Image,Label 好像跟跟Vitual Studio的都差不多 他的Layout元件,这个排列的 有Media元件 包含那个摄影机、相机 然后影像选取 然后播放、声音、录音 还有语音辨识、语音合成 然后影片播放 然后这边还可以做动画 做动画的也有 还有一些感应器的 比如说这个是那个加速感应器的 这是标码扫描器 位置感应器 就是GPS 那进场感应器就是那个电子钱包用的那种东西 然后Orientation就是方向感应器 然后这边有一些就是通讯路的管理啊 email的、电话 然后分享啊、文字啊、feature啊 然后还有一些资料库 资料库里面 小的资料库里面也有 然后有蓝牙、Cly和Server,还有Wave 然后他还可以控制热钢 所以他有一堆热钢的元件 所以这看起来显然是 要让 让人家比较很容易的进入那个Android的设计的领域 所以如果你想要写的程式不太复杂的话 倒是可以考虑用这个 那这个东西全部都是在网站上 所以各位只要有Google帐号就可以进去了 只要有Google帐号就可以进去了 而且呢,你下载之后啊 如果你没有条码 你不能上网 你可以把它下载到你的电脑 然后应该如果你有Android的模拟器的话 就可以直接打开去跑 因为他的档案是APK的 那这样我就可以把刚刚的这个Hello给下载到电脑 那如果这一台有Android的模拟器 应该就可以执行 好,OK 那这是今天第一个给各位看